喂 小念 妈 老班长 坐坐坐 妈妈太好了 还好意思找人啊 借了咱们两万块钱销售了一年 这儿来了根本没事人是样子 行了 师妹 救你老师 还是你煮的面好吃啊 老班长 这两年你上哪儿去了 过得还好吗 今天什么都不说了 我们两兄弟好好地去睡觉 老班长 我去炒两菜啊 把我打个下手 当年我遇到困难 只有你愿意帮助 卖了自己的小货车 给我凑了两万块钱 对于我那是雪崇送炭 这就是我之间的君子 好兄弟 我真的很感谢 老班长 咱们之前不用说这些 知道没有自己的难处 啥叫不用说呀 媳妇 你这人 借钱不还那是君子所为吗 我们夫妻俩摆个摊 赚钱容易吗 你还不上你好来给个话 谢谢媳妇 你干啥一年 对不住了 谢谢 老班长 老班长 你给多了 不多 说是对当年 君子群义的报答 我的兄弟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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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战友 你好吗 祝你们 万事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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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